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段已经把这个卧座都给我们说出来了 古人常说 人非甚邪 数能不过 诗问问 世间人 别说我们这个世界 六道众生 包括到天道 都很是凡夫 见死烦恼没断 哪一个人没有过失呢 谁没有私隐呢 所以说 揭露别人的丑行私隐 这是最不道德的事情 也一般讲 最伤感情的事情 丧失自己的厚道 丧失自己的因德 而给人借下了深仇大恨 这个我们要知道 与与伤人 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 借下来深仇 大恨 云云相报 没完没了 世间从前多数人知道 都能够经守 古德讲 古德讲 修行人最大的忌讳 就是涉别人的好仇 乃知一切誓死 与自己不相干的 口不可说 心不可思 但口舍心思 并是魅了自己 这个魅了是魅了自己的良心 后面说得好 若转修炼 横手其过 哪得有功夫管他家物理事 这就是六族惠能大师所说的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他不是没有眼睛 不是看不见 没有功夫过别人的过时 自己一生罪孽 一生过时 改过自新都来不及了 哪有时间管别人的事情 所以一个修行人 在一生当中 道业有没有成就 这是个关键 喜欢说别人过时 喜欢打听别人过时 这种人决定不是修行人 这种人决定是三安徒的人 所以我们自己在六道里头 将来的前途如何 自己心里比什么都清楚 比什么都明白 过去有人问我 说我会不会堕地狱 我回答他 这个话不必问我 你自己好好检点检点就知道了 法奇菩萨制药经里面 给我们所说的 毁谤三宝 毁谤修行人 毁谤之罪都在阿比地狱 我们要相信他 破活活生 破坏道场 尤其是一个正法的道场 你一个念头赞叹 得无量无边的福报 一个恶念的毁谤 嫉妒 张爱 造阿比地狱罪 祸福总在一念之间 人就是这么愚痴 我们想想我们自己 有没有造作这个罪 自己不识圣刑 必定有造作 知识 亲众 大小有差别 学佛的人 甚至于出家的人 埋怨释迦摩尼弗 批识 批识 主司大德 多的是 批识 经教 批识 古大德的 言论 著作 我们常常看到 而没有去深思 不必说 别经 不佛经了 古德 遇落 他说的这些话 他为什么要这样说 他对什么人说 他说的用意何在 我们没有去深刻的求了解 任意加批评 就造罪业 我们不了解人家的用心 不了解当时的环境 佛说法 佛常常告诉我们 佛无有法可说 祖司大德 也无法可说 为什么说法呢 替众生治病 所以说法 他一定要对象 那个对象是什么毛病 对象执着空 佛菩萨就说有 对象执着有 佛菩萨就说空 所谓说法 无非是对质毛病 把他的妄想执着打掉而已 其实他拿那个法好说的 佛常说过一句法 破一些众生执着而已 而我们后学的人很糟糕 把佛的那些说法的时候 就当作证词 来审判他 说他说错了 不但自己犯了大病 在这个地方生起妄想分别之处 还叫一些人来复活 叫一些人生起妄想分别之处 你说这个罪过重不重 我们今天学佛 稍稍明白一点意思 祝福是随类化身的 没有一定的身相 随即说法 无有定法可说 说真的话 无有法可说 所以 佛在般若经上说 有人以为佛受法了 这就叫傍佛 何宽其他 你要受佛 有法可说 已经就傍佛了 这个意思 很深很深 度伯若经的人 都没有想到佛这个教训 佛为我们大家的生命 世间人的言行 我们都不能够批评 最好是不批评 所以古德 儒家教人 非离勿师 非离勿听 非离勿也 儒家教世人 不和离勿 不能看 不能听 不能说 天主教里面 我看到 他们所读的经 也是这个说法 他这段感谢经里面 几句话说得很好 主福救 我们很容易 被一切人四五迷惑 丧失了理性 求 上帝 帮助 直到 痛悔改过 专心意诸 我们念佛 他们念上帝 念要专念 专念就产生效果 我心意诸 这是知足 不托外物 对于其他的 这一切 人四五 都能够放得下了 主 主原叫 原本叫我们 勿听 吟 吟 是 邪 是 吟 到 非离之眼 吟 取 非 以之 无 吟 进 非离 之地 心 吟 妄 死 亦 妄 妄 动 你看看人家所讲的 我们跟外交少接触 接触之后 我们会五体投地 他们如果能够依教奉行 这是世间的大圣大行 天主教里面 我看到很多句子 要求信徒要做社会的好朋友 跟我们提出的学为人四行为示范 完全相同 我们建宗 讲信愿行 他也讲信愿行 他们有三德 信的 望的 爱的 望是希求 信的是信 望的是愿 爱的是爱天主 爱人如己 是信 他们也有信愿行 我们讲六波罗密 他里面讲四条 四种枢牛的特性 知 意 皆 有 智慧 意是不失 不需求回报 戒就是忍辱 勇是持戒 勇于改过自新 他们 他们也对话 和平 到此里头 尤其殊胜 非常感动 他能够成为世界的大宗教 拥有那么多人的信仰 有他的道理 我们今天想修复 实实在在跟人家讲比 源源落在人家后 人家决定能升天 我们落阿比地狱 这是我们要深思 繁星 坚定的 他们早晚祈祷 他们有早晚苦 早晚祈祷 时时刻刻 省畅 检点自己的过失 改正自己的过失 并我们认真 佛陀 虽然有非常殊胜的教诲 可是在末法时期 多数流于形式 所以 性节行政 这四个字 有名无始 所以我常常提醒同学们 我们死了以后 往哪里去 不要以为自己很年轻 黄泉路上无老少 尤其现在世间灾难很多 你看最近台湾的地震 几秒钟的时间 一家人都不见 我们看到 还不能警惕 所以应处 指示人 大众 舍佛要把死字 贴在额头上 常常要问问自己 怎么办 要真干 我们是在讲 很想真干 为什么自己毛病兮兮 改不过来 不是不想改 真想改 我们在大成经 念的很多 仔细思维 改不过来是 文经太少 我们文化的时间太少 居士林 老林长 陈光别居士 最后的四年 他听 录音带 每一天听八个小时 四年没间断 每一部经 都听很多遍 这是佛家讲的 一门寻修 常识寻修 他成功 他的成功 他抓住了机会 深入金藏 这舍着一部经 一部经要紧是深入 要能透彻 了解金藝 我们的信心 愿心 才伸得起来 然后把自己 过去的 妄想 习气 才能够纠正过来 这叫真秀 时间不算太长 四年的时间 一天用八个小时 这个也是视线 给我们看的 八十多岁的老人 开始用功 还来得及 他本来 早两年 就求往生 为了去护持 居士林 多住两年 那么由此可止 我们今天的毛病 没有肯正干 故事在此地 我们没有把自私自利 忘掉 没有把贪嗔吃慢 舍弃 对于佛陀的教诲 是若有若 读送的时候 好像有了 境界现前了 忘得干干净净 一切 还是随顺烦恼 还是随顺吸气 所以我们要是 挽阔认真去思维 去反省 这一天有多少过失 齐心动念 阴雨造作 这一天当中 想了几桩好事情 做了几桩好事情 你按下一笔脚 就知道了 我们应该往哪里去 这个事情 哪里要问别人 所以真正救的 自己改过自新 是我们第一桩 紧急的 紧急的 如果齐心动念 还去求别人的过失 就是我们自己 最大的过失 没有比这个罪更重 这个心 作物到极处 今天的社会 为什么 败坏到这样的地步 就是整个社会大众 人人 人人都学会了 批评别人 所以才感到这个报应 我们看看祝福的净土 世尊 世尊给我们说的 那个社会是 人人 彼此互相赞叹 没有攻击别人 我们再看看基督教 天主教的经典 他们经典里面所形容的天堂 也是一片赞美的音声 没有毁谱 没有毁谤 没有攻击 值得我们生死 值得我们反省 所以这两句教训 我们要常常记住 决定不能犯 如果犯了这个过失 念佛绝定不能往死 为什么 你是卧人 极乐世界是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 你虽然念佛 念得很不错 念得很多 一天念十万声佛号 二十万声佛号 但是你心窝 你的心窝 往生净土的条件 心静这佛图境 心的会窝 不能往生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